除了年齡之外,對於很多人來說 身家,即是他有多少錢呢 其實都是一個秘密來的 所以代數呢 這個範疇裡面,或多或少呢 都要跟這些錢、銀打上交道的啦 就好像這條題目一樣啦 講到明有一百個小銀 有一塊、兩塊、五塊 合共呢,就有二百四十五塊 那其中兩塊的硬幣呢 的數目是一塊的三分之一 那求五塊總值多少錢啦 那遇到這樣的情況呢 這次呢 就順便想證明一件事 就其實 你的X其實切什麼都沒什麼所謂的 那只要你列出那個table 擺位擺得對就行了 那所以呢,這次呢 就試一下 雖然扣五塊的總值 那這次我們試一下 X是 代表一塊的硬幣的數目 那我們一開始說 切一塊的硬幣的硬幣有X過啦 那呢 我們列的table呢 就分別有一塊、兩塊、五塊 這個total啦 然後呢 這裡就有數目 和價值這樣列法的 一塊的硬幣的硬幣 我們一開始有X過 那兩塊的硬幣呢 看這句吧 兩塊的硬幣的數目是一塊的三分之一 那一塊有X過兩塊 那就是 三分之X 三分之一乘以X都是一樣的 那這裡總共有100個 總值245元 那很簡單啦 這個5元的硬幣 總共有多少個呢 就是有 1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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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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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X 然後5元呢 就是 我們有這麼多硬幣 每一個價值5元 就是5元乘以這個 就5乘以18 減 上面這塊 X減 X 2 3 就是這塊 然後 跟之前的年齡問題一樣啦 我們 有兩種數目可以選擇的 第一種呢 就是 嘗試用數目 去列出一條色 那就是 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 它們等於100 那又是一樣啦 當我們列出這條色 嘗試計的人呢 我們又會計出X等於X的 又是一條恆等式 因為 我們這一個數目 出來的原因是 100 減了這兩塊嘛 那 Anyway 那 我們計這條恆等式 即是沒有用啦 那我們嘗試用下 嘗試用下 下面的那一條 那 這個 X 加2 3X 再加 100 這個東西 等於245 那我們有了一條色之後 就可以嘗試開始計 了 那首先呢 就是要 弄走這個份母 由於有份數來說 對於我們這條數比較難做的 那我們的做法可以是 兩邊乘以3 那這些照抄的而已 2 超過3X 加5 100 減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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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3 等於 等於 245 乘以3 然後把3 逐個乘以3 這一項又要乘3 這一項又要乘3 所以我們有 所以我們有 3X 加 這個3和這個3 約了 就2X 加15 100 減X 減X 超過3 等於 735 什麼不夠位 我們拉回來做 3X加2X 就是5X 然後把這個15 逐個乘進去 加158 減15X 減5X 這個15 下面 隨以3 就剩下5 5乘以這個X 就是5X 等於 735 之後 X的歸一邊 整數 或者數目字的 歸一邊 這個5X和這個 減5X 沒有了 我們有 負15X 負15X 等於 負765 最後我們就計到X 就等於 51 我們計完X等於51之後 我們可以代入這個表 因為X 我們一直在說的X 是1元銀幣的數目 1元銀幣的數目 有51個 然後我們又根據提示 首先他們總共合共100個 價值245元 1元銀幣 1元銀幣 有51個 2元銀幣 是1元銀幣數目的3分之1 51的3分之1就是17 那剩下 1元加上2元 就總共有68個 那5元的銀幣 有多少個加上才是100呢 那這個很簡單的數目 或者 運算一下 我們就會出到 這個是32 神典驗證一下 驗算一下 51.1元 加上就有51元 17.2元 加上就有34 然後 5元的銀幣有32個 加上就有160元 那這條題目呢 是問5元銀幣的總值 總值就是這個價值 5元銀幣的價值 那也就是這個框 那 那 就有160元 那 算到這一步呢 你只要 再寫一句 因為這條文字題 你只要回答5元的銀幣總值 有160元 那整條題目呢 就到完啦